夏尔西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一片净土 这是为何? 一起来了解一下 夏尔西里为蒙雨 亦为黄色的山坡 是新疆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也是国家企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森林及野生动植物 总面积为314平方公里 其中西部保尔德河区 市中高山带 面积220平方公里 中部市中低山区 面积36平方公里 是连接东西两部分的天然廊道 东部的江巴斯区 是堤山和戈壁地带 总面积为58平方公里 夏尔西里位于新疆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 阿拉套山北路 西南和南面与哈日图热格林场为林 北以阿拉套山山脊为界 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 东界至阿拉山口是 东西长66公里 南北宽25公里 这里是沟通中亚北亚和东亚的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而且拥有着异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因为这里有雪山 高山草垫 山地森林 戈壁荒漠等多种地貌类型 生态种群分布同时受中亚 蒙古及西伯利亚植物区系的影响 是多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 保护价值极高 保护区有各种高等植物 1676种 沾泉浆已知高等植物总数量的51% 脊椎动物220亿种 昆虫420种 大型真菌143种 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是我国珍稀生物物种的集中分布区 被称为 中国的最后境地和不可多得的天然基因库 所以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 夏尔西里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的领土 然而清末却被沙俄强行掠走 此后 我国一直距离力争 试图要回这块领土 但一直没能成功 但我国也始终没有放弃 即便是在苏联最强大的时候 我们依然没有承认放弃过这片领土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 夏尔西里就到了哈萨克斯坦手里 我国继续和哈萨克斯坦商讨 收复这块实地 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 和我国的不断努力争取 哈萨克斯坦也积极响应我国号召 友好协商 1998年 我国终于拿回了面积 为278平方公里的夏尔西里 而为了木林友好 我国也放弃索取 早已被苏联长期实际占领的 阿拉山口北部近1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区 夏尔西里回归以后 我国设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并派出官兵驻守 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了军事禁区 没有社会人员在这里活动 使得这里的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非常完好 基本处于原始未开发状态 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15名 另聘有管护员10名 总人口大约46人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 我国的最后一片净土 为防止个别涉业爱好者 或者游客进入保护区 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 我国常年驻守在阿拉托山下的官兵们 也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保护环境的工作中来 每次执勤都要对牧民及外来人员 进行边境法规教育 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常识 还义务救助野生动植物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夏尔西里的守护神 如今 这里山清水秀 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平和与宁静 犹如世外桃源 夏尔西里也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 谢谢大家